為了籌措兩年一次的盧凱族排灣足跡 傳統競技運動會的經費 主辦運動會的臺東縣京豐鄉 鄉長會同鄉公所的職員等 在立委簡東銘的陪同之下 與行政委民會 文化部 觀光局等召開 跨部會的協調會 希望能夠籌措到至少 四百五十萬的經費 第一個是設施的改善的部分 希望體會會能夠給予經費的資源 另外是希望結合這個運動賽事 來推展我們本鄉的農特產品 以及我們這個觀光旅遊的活動 由於今年預定的比賽場地部分 都已經損毀需要修建 臺東縣京豐鄉公所就希望政府 能夠另外給予場地上的修繕 體委會表示絕對支持 但希望投入修建的運動設施 可以長期使用 不只是因應明年的運動會 也想說給金豐鄉民 但是不能夠長期使用場地 不過我們希望不是一個賽會而已 是能夠提供我們金豐鄉民 長期可以使用那個一個場地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為了一次賽會的話 建議可以利用信用場地去改善就可以了 我們希望能夠募集到 將近四百五十萬左右 還是需要把比較詳細的計畫 再把它修正 然後再送到各部會去 我相信各部會會希望 原鄉能夠真的辦出一個非常棒的活動才對 在協調會之後 行政委員會 體委會 農務會及文件會的部門 也都搭運給予資金上的補助 姜昌昌公所的資籌款一百五十萬 確定籌措到四百一十萬 明年度將進入第三屆的盧排杯運動會 全國盧凱排灣組都重視這個活動 鄉公所也希望在事前的準備 完善後讓明年的運動會 能夠順利進行 記者等地府烏溜立法院採訪報導